近日 58同城安居客发布2021青年置业报告 通过对一线城市和新一线城市的18至44岁青年调查发现 57%的受访青年已经拥有自有住房 青年们每月房租 每月共占收入比重主要集中在20%至30% 60.6%的受访青年 可承受每月2000元至5000元的房贷 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 是不少年轻人奋斗的目标 报告显示 70.1%的受访青年有计划在5年内购房 12.9%的受访者已经准备好 今年就拥有一套房产 值得注意的是 有过半的年轻人已经拥有了自有住房 其中30岁以下拥有房产的比例为26.7% 对于青年来说 买房遇到的最大拦路虎是高居补下的房价 数据显示 44.3%的受访青年 可接受房屋总价在100至200万元 只有6.9%的青年愿意花费500万元以上购房 对于不同年龄层次的群体来说 买房的需求各有不同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调研数据显示 在已购房的青年里 近四成是为了追求稳定居所而购房 而5年内有计划购房的青年置业首要医院 则转变为未经后子女教育考虑 占比达31.6% 报告指出 无论是已购房青年还是有购房计划的青年 多数选择在工作城市置业 生活便利 子女教育 职业发展 医疗条件及投资盈利等 都是吸引他们的原因 而房价原因则成为回乡置业者的首个关注因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